因疫情影响而采用远距线上交流三年的高雄女中师生 首次跨海和韩国首尔荣华高校 还有崇艺高校的教育交流 首女学生是展现流利的英文介绍高雄 并表演现代舞还有体验穿着韩服 她们的活泼热情也让韩国的学生留下非常印象的深刻 除了教育参访还有首尔观光行程以及美食的体验 雄女校长郑文怡就表示 这次的教育旅行是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 期待让学生开启国际视野 认知语言的重要也接轨国际